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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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Tracy 我是《桂女孩》的導演 其實我小時候的夢想有很多 因為我一個很小時候幾三分鐘熱度的人 譬如最近電視做什麼 我就會想做什麼 沒有一個很特別的目標 我想直到中學的時候 中學的時候 學校有一些錄像創作的比賽 自從參加了這些錄像創作比賽 我就發現原來我最大的興趣的是 做錄像創作 去台灣讀大學讀電影的時候 其實有點挫折 因為覺得自己懂得太少 當下就會有一點點挫敗感 但是我想也是因為那個挫敗感 令到自己知道要謙虛地做很多事 然後要努力去採取那件事 由我在台灣不如回來 政府剛剛推出了一個 叫做藝術碩士的獎學金 所以就很幸運地被我申請到 那當然是減輕了很大的一個負擔 因為香港無論生活費 租屋、學費都是貴 所以因為申請到政府這筆錢 可以令到我學習的時候 可以再專注一點 不用考慮太多關於一些學費 或者生活費上面的東西 其實現在大部份做的作品 都是一些劇情短片 或者一些紀錄的短片 之後其實都是希望做一些劇情長片 亦都希望劇情長片跟澳門相關 就是一些關於澳門本身的事情 不是只不過是用澳門作為一個報警版 而發生的故事 而是跟我們自己在澳門生活的人 息息相關的事情 除了這個目標之外 其實特別是拍完《季女孩》的影片之後 其實我更加確定一件事 其實就是希望透過自己的一些作品 去影響到其他人 我的兩個短片《季女孩》和《壞女孩》 其實都是文化中心給錢資助去拍攝 甚至一些後期推廣 部分他們都會幫我們做 譬如文化中心那裡 也會推薦我們一些影展 政府在這件事上其實是幫助我越來越多 我相信讀電影或者讀一些藝術相關的科目 其實很多時候家人都會有些擔心 覺得這些出來每晚都吃 所以相對地其實在學費上是有一定壓力的 當你還要去一些地方進修一個藝術相關的碩士 很多時候可能會覺得是否真的有這樣的必要 但如果譬如政府上面特別是近年 他又推出了一些更新的寶座 即是讓年輕人進修這些課程 我覺得就會令他們輕鬆很多 至少他跟家人溝通的時候都容易一些 然後他想去做這件事也容易一些 他去到當地的時候 可能他就不需要說 又要忙著要打很多份工去覆蓋自己的生活費 可以專注自己的創作上的一些學習 每一樣東西去發展 即是重慶出去發展 就是你的專業的時候 這個過程一定是 即不是每一次都那麼開心 或者不是每一次都那麼容易 但是不要因為他不容易就放棄他 因為如果你真的喜歡這件事 其實你會不惜一切代表 你都會繼續做下去 Hello 大家好 我是Tracy 我是貴女孩的導演 這一次我們在同行中 有些人想想要讓你仔細小的 餐廳